大家好,欢迎来到修仙奇缘 最简单一行,且最了不起的修行法门就是观照呼吸 人类无始以来,便被各种贪、称、吃折磨 各家人人之事、宗教大师、杰出人士、思想家、天宗奇才者 甚至天界众生都在努力挣脱轮回牢笼 他们发明无数办法,想尽各种聪明点子 受各种苦行、昼夜长叹、生生世世追求 可是,我知的天性,注定了解脱真理的发现 是极难极难的 人们创造、发明的许多宗教、礼法 虽然都是劝善取恶、去欲存礼 但人类之本性、情质之躁动 如难以驾驭的凶猛怪兽 轻而易举就会冲破各种自律他律的笼子 人类因此害人害己、造下恶业、痛苦不休、轮回不止 佛陀悟出的八正道、四念处 如暗夜的一道阳光 正好解决了这一万古难题 如实观照就是正念当前 正是应对我之的戾气 已是熄灭贪嗔痴的无上大药 自此轮回之轮才渐渐被催折 把生命全然投入到观照呼吸 入出系念、数息法吧 这些法门看似简单 其实伟大无比 大道本宜 连神通都无法与观照相比 或言之 观照就是最了不起的神通自在 观照 直接抓住了那个像孙猴子一样变化不休的心 随功夫进展 这颗心将展露他的本来面目 往往 看起来最容易的法门 其实蕴含了最珍贵的东西 烦恼来时 如果你与之战 则烦恼将越战越强大 如皮球一样 越弹越高 如果你躲开 烦恼将尾随你去 纠缠你到醒梦之中 就算你一时忘记烦恼 他也会在你不寝的时候登门拜访 此时 你可以入定 暂时熄灭烦恼 让喜悦之阳光化去阴霾 但是 你出定之后呢 而观照 是终极武器 是伐木去根之法 对待烦恼 你无需做什么 你就纯然 客观地看着他 他将表演得有心无力 了无趣味 最终灰飞烟灭 但是 在开始你还是应选取容易的观照物作为入手处 比如呼吸 物有始终 很难一步登天 观照呼吸 树西道法 等等这些法门 很了不起 甚至都没人要求你必须打坐 必须挺直腰杆 必须舍顶上恶 沐浴更衣 顶礼上仓 贡献牺牲 点香上供 跪拜磕头 送吃咒语 排除恶念 这些都不是必须要做的 不必过三观 战魔鬼 不必腰酸腿疼 不必汗如如雨 不必下练三伏 东练三九 不必精霜力血 单一过冬 避鼓不识 夜不倒单 你可坐 可握 可站 可走 什么姿势都无所谓 当然 诸事中 以作为最安稳 这也随你喜欢 不必强求 你不必再牢其筋骨 恶其体肤 只要观照好呼吸 就可以了 你要做的 就是减少一些外物的诱惑 比如上网 看电视 喝酒 闲谈 你要尽量独处 找出时间来 了知自己的呼吸 如实知道 如实了知 不迎不拒 不加不减 清清楚楚地看那个稀气 呼气 知道它长 或是短 或是清清楚楚地 记住呼气 或是稀气 清楚地知道 一 二 乃至实 反复知 当杂念来时 你也不必与之作战 也不必逃跑 你或是看清那个杂念 等它没了 再回归夜处 或是你干脆不理不睬 一直观照你的所依 让杂念自生自灭 你不要干扰它 无论那个它是什么 你只要看清它 记住 你是台下的观众 而不要冲上舞台 把自己纠缠进剧中 观众是观众 舞台是舞台 演员是演员 你是足球场边的观众 不是场上的足球队员 更不是裁判 你做的 就是清楚地看他们表演 记住不要干扰它 这个它是呼吸 或是数字 或是其他什么什么 天然去雕视 你是你 它是它 两不相干 随时间推进 你渐渐了解了呼吸 与之成为朋友 熟悉了它的秉性 绵绵蜜蜜蜜 你时时刻刻坚持不懈地看着它 等待时候到了 火候足了 水稻渠渐渐成 正念渐渐强大 智慧之光必然渐渐显露 感谢关注修仙奇缘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打开小铃铛 频道里还有其他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卡